今天想要來拆解我的小米電動牙刷 這一支是比較初代的 就是在T500以前的那一支 我換成T300 這一支是新的 也是差不多的外型 現在T300上去是T500 下面有T100 T100的話它那個頻率震動規格比較低 T300呢它是用那個Type-C充電 T500就是這一種無線充電的介面 那除了這個充電的部分呢 T300跟T500最大的差別就是它可不可以連接手機APP 但其實不只我啦 我看大家都這樣講 就是那種手機APP的功能啊 以前剛買來的時候用一陣子 之後你就厭倦了 你就不太會用到耶 多了這個功能的話它售價是995 獎金1000塊 那T300呢 無線充電介面 變成Type-C充電 另外呢它就沒有那個 手機APP 監控你刷牙然後幫你評分的那一個功能 我用了大概半個月了 我覺得非常滿意 完全符合我許久 500塊非常便宜 在使用小米牙刷以前啊 我也是傳統派的啊 覺得哇手作的美感 用那個傳統牙刷刷牙最棒 電動牙刷覺得沒有必要 但因為好奇然後同時有買睡酒 也買來看看啊 結果一用就回不去了 刷起來很乾淨 你去洗牙的時候 醫生會跟你說哇你牙齒 現在刷得很好 那刷的過程也很舒服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這個頭 這種是那個敏感型的頭 這是它原廠附的頭 比較正常的頭 因為原廠先附一個這個啊 所以我先把這個刷一刷用一用 要買補充頭的時候 我是建議就是用這個敏感型的頭 很柔軟舒服 刷起來就像在按摩 你的牙齒像在做SPA一樣 舒服到好像看到了什麼 看到阿嬤包的粽子 有點懷念了 好 那今天主要就是 我好奇啊 這隻壞掉了 想要把它拆開看看裡面長著 這隻也是用了兩年多才壞掉 我看到它壞掉的主要原因是 按鈕這裡 破掉了 我覺得它應該是進水了 傷到裡面的電路跟電池 那我現在開始拆解它了 兩年的藏物納購 兩年的精華 這就開關的部分 很噁欸 下面是超熱的 下面是超熱的 廢了九牛二虎之力 終於把它拆完了 拆得非常優雅 拆罐 好 這底部原本那個裝飾環 這裡是它的無線充電線圈 是它原本外面的機殼 這一個呢是 開關 這是它的 主電路板 這個是開關 馬達的電路板 好我想這幾個晶片裡面應該會寫 藍牙連手機的模組 應該是在這裡 所以我大膽的裁車 新的那個T300 應該就是沒有這一塊 然後這是它原本的那個震動頭 這是刷頭 這是它的馬達 馬達的固定架 這是它馬達的本件 有磁線 OK 好那這是它的電池 我想 這現在我可以拿來玩的 因為我想壞掉的應該是電路板 所以我可以再拿來玩的應該是這顆馬達 還有這顆電池 我應該可以拿來玩 OK 現在新的T300 這隻的使用的狀態我是很滿意的 有興趣的 我在下面留下連結 OK 掰掰 我們每周都會追蹤記得訂閱我們喔